他用脚代替双手生活 他的脚可以刷牙,切菜,钉钉子 他三岁失去双臂 靠双脚用四年时间拥有三个养鸡场 还与一位女大学生陷入一场爱恋 我能给他幸福 因为他真的挺幸福的和我在一起 他的事迹被福林区残棉拍成小品 在重庆和兰州演出 他是靠脚赢得幸福的吴小凡 您好,欢迎收看制服经 大家请看一下左上角 这个人竟然能用脚穿蚯蚓 看起来特别的新奇 其实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没有手 他的脚不仅会钓鱼 还会钉钉子,发短信 还做成了一番事业,成了智福能人 不仅如此,这双灵巧的脚 让他俘获了一位女大学生的芳心 吴小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那边那个新奇社 那个我给他做一道忙 你做这些没有困难 没困难 这都挺正常的 习惯了 推着脚怎么办 垂到脚它就疼了 因为现在还是不容易垂到脚了 以前垂得到 扎两三次有可能就把脚指甲给垂到了 眼前这个用脚钉钉子的人 叫做吴小凡 他三岁时候失去双臂 此后就用脚代替手生活 一年四季 无论多冷 他都只穿一双拖鞋 记者发现 他的脚跟别人的很不一样 我说你脚刷还不爽吗 都没事 这边皮好硬啊 是挺硬的 比这边要硬多了 这边要硬 对 这边经常拿东西嘛 拿来一些东西去割草 还有一些做事都是用这只脚 我看你翻过来你后面有剪吗 还没什么剪 你的脚比正常匡好多 是 比正常匡好多 自从用脚做事的时候 它就慢慢慢慢地 就比那些皮肤要粗糙多了 吴小凡 吴小凡平时用右脚干活 用左脚撑着地 记者好奇 这样能站得住吗 他非要和记者比试 金鸡独立的功夫 小凡能把脚伸出来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现在吴小凡的这双脚 不仅能顶钉子 还能钓鱼 就算穿蚯蚓都很轻松 甚至他还可以用脚抓鸡 这个习惯用脚做事的男孩 现在拥有三个养鸡场 成为了重庆市福林区 知名创业人物 同时他还和一位女大学生 拥有一段远近闻名的爱情 至今都让周围人惊叹不已 反正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嘛 真的 他比我早成家呀 他成家孩子都一岁多了 我才成家的 你说平常想起来的哈 你手都没有啦 这样两只手一点都没有哈 哪里能讨老婆呀 你看人家还讨到大学生呢 是不是 吴小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靠脚生活的男孩 如何在四年内拥有三座养鸡场 他与女大学生之间 拥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 1993年 三岁的吴小凡跟随打工的父母 来到福建 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他和小伙伴们 来到一个电压房前玩耍 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吴小凡因为被电击而截去了双臂 年幼的他并不能理解 失去胳膊的意义 只是从那以后 他开始用脚来代替手 渐渐的他学会了洗漱穿衣 不仅如此 吴小凡还能用脚做很多事情 甚至还能用脚帮村里人修电视机 这不仅让村里人称奇 也让父母感到欣慰 像电视 我们老家都是按照那种锅儿的那种 一般不会的话就打电话给他 他自己来帮你帮你 他用脚帮你调方向 才能看见电商为止 吴小凡上到三年级就退学了 除了帮帮邻居 他就靠闲逛打发时间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到了18岁 对于今后的路 吴小凡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因为我毕竟没手 我可能也是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吧 太小了你让我做什么 肯定都不实际 我也没想着太多 事情却在2008年起了变化 一天吴小凡下楼接水 碰巧看到打工回来的父母 在厨房吃饭 两人只有一小盘白菜和咸菜下饭 甚至一口咸菜 都要就着好几口米饭吃下去 母亲把白菜夹到父亲碗中 却又被加了回来 一顿饭下来 本来就不多的一盘菜 还剩了半盘 这一幕触动了小凡 吃那个炸菜 那个时候一包炸菜才一毛五 一包 我们就吃一天 煮稀饭吃 就是这样子节省出来的 那个时候不怕我大哥嘛 他四个人赚钱赚不赢 我给我媳妇两个 给人下了半了 反正我闷掉去做 他们太辛苦了 都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把这个家撑起来 我一直在家里面这样玩着 也不 我觉得就不行了 我一直玩着 以后都玩嘛 都不可能 我就想着 该做点什么事吧 养兔子 是吴小凡尝试的第一个项目 2008年 他买了20只兔子 带回家悉心照料 还给他们做了兔笼 并且每天都要早起 去山上割草 这个练了多久 像这种 这个 应该练了好几个月了吧 现在还会割伤吗 现在有时候还是会 因为你割的时候 你根本就看不见 你割的是哪了 全都被草带住了 是无凭感觉割的 这个万一 比如说草丛中遇到 就是有什么玻璃茶子 这怎么办 那个就可能会叮伤 那会叮伤 那你平时也不 就直接这么光着脚割 那我只能光着脚 这只脚要去把草丽拉住 我才能够 一年多之后 兔子繁育到了500只 吴小凡被镰刀割伤的次数 可能比他的兔子还要多 尽管他每天都很辛苦 但是却没能换来回报 由于缺乏 饲养兔子的相关专业知识 在兔子出现问题后 吴小凡并不能及时解决 因此这些兔子相继死掉了 创业已失败告终 吴小凡十分难过 但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没想到自己竟会迎来一场爱情 而这份爱情也成了他之后创业最中间的力量 初年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挺完美的想着还 我都不敢想象 现在想到还 还有点 感觉挺幸福的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真的不敢想象 重庆市福林区增福乡 当地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耕地资源 增福土鸡在重庆也小有名气 2010年 吴小凡觉得养殖兔子技术难度太高 他打算养殖土鸡 养鸡吧 好管理一点 去喂养它 就放到桶里面给它倒进去就可以了 又小又好抓 吴小凡筹划着盖鸡社的事情 没有多余的钱请工人 他就自己用脚干 搬砖 顶木头 搭围栏 一个多月 坐落在半山腰的鸡社终于建好 吴小凡买回来100只鸡苗 为了方便照顾 他便直接住进了鸡棚 小鸡苗抵抗力弱 怕寒 吴小凡便在这间屋子里累了一个火炉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每天都睡在这儿 哪怕夜里也都要每隔20分钟起来加温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半年之后小鸡成长了起来 一共卖了4000多元钱 吴小凡又进了500只鸡苗 他还总结出了养鸡秘诀 这个养鸡哪里很困难啊 不困难吗 不困难 你把这个鸡 不管你养什么 你一定要把它对待 像自己一家人这样对待它 它喝了水 你人也能喝 它的卫生 它能住的 你也能住 那它肯定就干净了 它生命就肯定没有那么高了 生命率 这个嘴上口口声声说 养鸡简单的吴小凡 准备大干一场 但接下来 命运的走向 却充满戏剧性 吴小凡悉心照料着500只鸡苗 闲暇之余 他开始用手机上网聊天 还因此结识了一位姑娘 从来不敢奢望爱情的他 却爱上了这个女孩 但他却不敢有一丝非分之想 我没想过 因为自己都没手 谁会认可的 和小凡在网上聊天的姑娘 叫吴金平 是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学土木工程的一名学生 2010年认识吴小凡的时候 他正在上大二 小凡与金平在网上互相分享着彼此的生活 两个人的感情 随着对对方的了解而加深了 一天 当女孩提出要见面的时候 小凡却傻眼了 他不知道 因为开始我们聊天 他不知道我没手 在聊天时 吴小凡从来没有提到过 自己没有双臂 如果实言相告 他怕自己很快就会失去这段爱情 可思来想去 吴小凡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就说 我没有手 反正我的家庭条件啊 什么的全部都给他讲了 我害怕他不理我 但是 我也得说 我不可能骗他 我觉得我骗他 我就对不起我自己 吴小凡用脚把这些话敲出去 发给了金平 对方却迟迟没有回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一天一夜也过去了 在过了几天煎熬的日子后 吴小凡终于等来了答案 那会儿的心情很 很复杂呀 完全没想到我们会有可能 结果他还同意了 金平居然答应吴小凡做他的女朋友 这让小凡受宠若惊 他每天都给金平打电话 还兴奋地告诉别人 自己交到了女朋友 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相信 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 打电话 那是拆的嘛 他说肯定别人是不愿意的嘛 那种 我们都不相信 哪里会相信呢 他那个大规矩 他说 可能吗 他说 哪里 他说我是不相信的 他说 这样 他说 会不会是不想钱的 他们是这样想的 我们是这样想的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 也为了让家人对自己放心 吴小凡邀请金平 放假的时候来家里玩 金平答应了 这对于吴金平来说 可是第一次出远门 之前从未独自离开国家 那什么知识 你促使你 就是还害怕的 然后比较过来呢 我就想看一下他 但是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总该看一下了嘛 那次我去那个 火车上去接他的时候 看到他 反正两个人一看到 就笑了一下 还挺投缘的就感觉 他过来就拉着我的袖子 我们就去坐了个公车 就坐着到我那个 到我姐姐那里去 挺正常的 真的挺正常 就像 就像很久很久 就认识了 因为就没什么感觉了 就感觉了 小凡带着金平 参观了自己的机设 他被小凡的努力打动了 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 临近春节 吴金平才回到了家中 这次回家 却是他们的关系陷入危机 反对的嘛 肯定不同意 让我和他分手 你跟父母有没有坐下来 好好谈谈这件事情 想谈的 可是一谈他们都 有点情绪激动 是那会儿闹得挺凶的 也没办法 肯定都是本能反应 不管是谁 站在谁的立场 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是这种感觉 我换在他们的那种立场去想 也是一样的 遇到了一个男朋友 是这样的 没手 怎么能接受 让我想过放弃 没想过放弃 我能给他幸福 因为他真的挺幸福的 和我在一起 即使这样 吴金平还是对小凡 说了分手 但是这个无比男孩 没有放弃 每天依然坚持 给金平打电话 心情烦闷的时候 他就同他的鸡 待在一起 然而 一个意外 却突然发生了 他悉心照料的鸡 不久之后 也出了问题 吴小凡在生生鞭炮中 迎来了2011年的除夕 过完年三十 他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 乘好饲料之后 吴小凡向郡舍走去 刚一推开门 他就傻眼了 往常一样打开门 就去给他试养嘛 结果打开 看到里面 那个脚上就 全部都 在地上 一大堆 就那个一层一层的 在上面挤死了 挤压了 吴小凡惊呆了 前一天还好好的鸡 一夜之间死了一大片 他忍痛把死鸡背出去 埋在了这些石板下面 反正心情里面挺坦的 再怎么样也不能表现出来 让我妈妈他们看到的话 挺不好的 吴小凡仔细检查死去的鸡 发现大部分头和脖子有伤口 翅膀也有些折断 联想起他刚开始进来的场景 他分析出了罪魁祸首 鞭炮 他赶紧上网查阅资料 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鸡是一种很胆小的动物 平时喜欢寂静的地方 过年的鞭炮 噼里啪啦震天响 鸡受到惊扰 扎堆乱窜 便都被挤死了 那怎样才能让鸡不再害怕鞭炮声呢 为了让鸡不再害怕鞭炮的响声 吴小凡决定锻炼他们适应环境 他准备了一个音箱 每天都在鸡舍旁放音乐 声音由小便大 等到鸡逐渐适应最大的音量 小凡便同时放了几串鞭炮 这一次他们果然没有受惊 吴小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平 在金平跟他分手的半年时间里 小凡一直坚持不懈地联系他 2012年 吴金平终于有了回应 寒假的时候 他又重新回到了小凡身边 那你父母当时那么反对 后来你也提分手了 后来为什么就坚持回去了 还是被他的真诚打动了吧 他真的那时候感觉 他特坚持 每天 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的 重新赢得了爱情 吴小凡有着说不出的喜悦 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他能给金平幸福 吴金平毕业之后 嫁给了吴小凡 但是对于小凡来说 却始终都有一个遗憾 借着记者的镜头 他终于有机会 说出了这个遗憾 老婆 我这辈子真的对不起 真的 因为我喝出那么多 我感觉情绪就了 还有我没能用我的双手去拥抱 这也是很大的遗憾 但是我会对你好 好爱你 我都感觉跟他在一起 挺开心的 可能我都喜欢阿姨的生活吧 就是想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就可以了 不需要他太富有 怎么样 平平凡凡 就可以了 结婚之后 吴小凡最大的目标 就是把鸡养好 2013年 小凡扩大了鸡舍 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承包了两个 他把鸡通过经销商 销售到重庆 一年的销售额 能有15万 2014年 福林区残联知道吴小凡的事迹后 专门为他拍摄了微电影 还邀请小凡参演了 根据他事迹改编的小品 那一双温暖的手 并到重庆和兰州进行演出 小凡是一个很快乐阳光 积极向上的小伙子 他通过双脚来代替双手 干出了一个小有座位的一个成奇 激发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和健全人朋友 2014年底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 吴小凡的另一个养鸡场 正在动工 我那边那个鸡场 可以养5000多只 我现在新建这个鸡场 建好了可以养6000只 那边可以养到2000多只 全部加起来 是应该能养1万多吧 四年时间 吴小凡靠双脚 拥有了三个养鸡场 现在他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尽全力养鸡 不再让妻儿吃苦 这个鸡肤就是全局中的吧 大街区就是这样的了 什么都收获了 什么都有了 最后想的就是 把鸡场做得越来越大 做得红红红 让全部的人都能吃到 我这样的鸡就可以了 千锤磨炼 必须的 你反复去做一件事情 你肯定要把它做好 就是比如种下来一棵树枝 你种到土里面去 你肯定要很漫长的时间 要等着它慢慢地发起来 你看到发芽了 肯定你就会开心了 你当第二天去看 它又长起来一点 肯定你更会开心了 你如果你慢慢慢慢地 看来它长得一米凉米糕 那肯定就是你想要的 就是这个结果了 人肯定要有信心 你必须要等漫长的时间 你一定要去等 等这个时机出现 你一定会做成功的 与其说金平的出现 改变了吴小凡的人生 不如说他乐观上进的精神 促使他完成了好多 我们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上天虽然给他关了一道门 但他却自己打开了一扇窗 真的 我们选择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是由我们自己决定 并且掌控的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在广东和园的临寨古村 他听到这样一种声音 看到这样一个瞬间 突然发出一声惊涵 我说 停下停下 我当时看见他眼前一亮 短短五分钟 他认为他发现了一个大商机 却因此成为人见人烦的对象 为什么要把它装在一个箱子里面呢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 本意是宝贝吧 打开箱子 里面有何玄机 他又是如何用三年时间 把一个瞬间的灵感 做成一个特色产业 带动四百多位农户 增收致富